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K频道 我相信昨天一个影片 大家很多人都看到了 那些大白还是警察 然后对一个小两口说 应该是一对青年的夫妻 说你们要是不去的话 就要对你们行政处罚 是要影响三代的 然后男的马上就是质地有生的婚姻 不好意思 我们是最后一代 谢谢这么一句话 我们是最后一代 这一下就火了 这句话就火了 这是把老百姓逼的 我还三代 我下一代我都不让他做中国人了 或者说不在中国生活 就走了移民走了 这几天还是说各种各样的跑路 还是围追堵结 影响三代 最后一代了 那么对于这么一个清零检测 还是消杀 还是封城 真的是作妖作出了新花样 作死作出了新花样 这期节目咱们来进一步的去聊聊 关于检测这一块 不同的人群对于是悲壤的态度 比方说对于那种权力拥有者 他们看到的是我是要开放还是要封 怎样能够为了给我自己获得更多的权利 他们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问题 许多老百姓看问题是你还要分多久的问题 或者说病毒是真是假的问题 这个疫苗 喵喵喵喵有没有副作用的问题 你要是换多那些生意人企业家 他们是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 他们看到的是钱的问题 我通过这个我能够嗅到哪些商机 我能够去承包哪一个环节 然后我能赚多少钱 咱们今天就来深入聊一聊核酸检测 这么这么一个生意 现在就是说还在招人 特别缺人 某医疗投资管理公司招募核酸检测采样护士 要求有护士证 有核酸采样经验 薪酬的不低 一天一百人民币 一千一天一千元 一天一千元的话 如果说一个星期工作26天的话 那就是多少钱了 2万6不低 公司不低了 比我赚到多 不仅提供年终奖金 还有定期体检免费的住宿和无险益金 甚至还有员工旅游跟股票齐全 为什么要开始去大规模招这些人 现在国务医院联防联控机制9月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提出大城市要建立一个不行15分钟的核酸采样圈 就是你不行走15分钟肯定这么一个区域范围之内肯定有一个核酸采样站 还有包括上海证券5月9号的行业周报称 按照杭州的人口数量测算约1200人对应一个检测站 若按照比例仅考虑城市人口全国范围内至少将新增75万个检测点 如果要是全国范围内都铺开的话 什么15分钟步行范围之内的检测点 全国要增加75万个检测点 然后将会提供多少就业岗位 我靠我居然用提高就业岗位来形容这么一件事 还知道就业岗位了需要核酸采样的人员需要至少是在百万人以上 现在这段时间就类似于核酸检测 还有什么检测护士采集员招聘的信息十分的密集 11月11日在6点钟的时候 在前程无忧招聘网上就已经登出了十余条当日的招聘信息 都是关于什么采样检测 还有广东某人力资源公司的核酸采集员招聘信息称 有护士资格的以及电子化职业证 并且在有效期内的18到35岁 还要瞄完第三针的我都打不到要求 第一个年龄过了 第二个衣服都没有瞄 月薪1万到1万5 这工资也不低了 在国内来说工资也不低了 签订劳动合同还保持住 有全勤奖 还有节日的福利 有前日的福利你去哪过节去 现在兵荒马乱的国内也就是一种变了像的兵荒马乱 虽然你没有发生热战争 但是你能去哪里 还有前日你去哪里 无险一惊 还包括长江三角洲的也在招 什么护士证 薪酬是每天一结算 每天是400 然后到600元一天 到了封控期间三个小时 就算了一小时就是70到100元 这就是很高了 你看这一段时间为什么说有这么多工夫都在去招聘这些人 他们可能也是要准备要扩大升级规模了 我不是说当官的看的是权利 你比方说现在的上海市市委书记李强 他所担心的是我乌纱帽还是否能够保得住 对于习近平来说上海这个事情处理不好 对于我连任会不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从权力角度看问题 咱们进一步拓展着说 上海的老百姓可能就想我什么时候能解封 我什么时候能够出门 以前还要出国 现在出省 现在前段时间说出事 现在你连家都不让出 这老百姓看的问题 对于那些医疗检测工夫 他们对于就是说是生意核酸检测现在暴利 有的工夫都年赚20亿 是吧 特别是检测这么一个行业 根据腾讯创业的一篇报告称 核酸检测是一门大生意 2020年中国检测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21亿人民币 近两年更是以18%到19%的速度去增长 今年2022年的规模将达到146亿元 现在随着近几个月疫情频繁 我都不爱用这个疫情来去称呼 都是大骗局 是吧 在这个事情不可描述 在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地方 高密度的地方 总是动不动就疯动不动就检测 所以说搞检测的这些人 这些公司赚的那可都是盘满崩满的 在这里稍微提起下公司的名称 一个叫什么枝江生物 还有什么圣香生物 还有杰诺生物 博洁医疗 华大基因 达安基因 是吧 早在2020年的武汉爆发的初期 这6家企业就已经是获得了产品资质 检测的资质了 然后现在都是挂牌上市 赚的是盆满 拨满 这里说了一个什么 那么枝江生物2020年的营业利润达到了9.27亿 接近10亿人民币 枝江20年赚了10亿 增长了100倍 对增长了真的多少倍 这是10倍20倍增长了20倍左右 还有什么圣香生物2020年它利润是26亿 又增长65倍 你像这些什么精英了医学了 真的是把钱都赚海了 赚大了 就是说现在国内不是说是在封城吗 经济不是倒退吗 制造业是完蛋了 服务业农业工业清工业都受影响 但是唯独这么一个不可描述的这么一个检测 产业链是有人发财发大财了 以及发什么国难财物资供应检测 这一块包括最近什么物资 入户消杀 入户消杀每天得消耗要多少消毒 有人坐在车上对着空气去消杀 你消杀个毛 还有人跑到沙漠里去检测 你检测个毛 还有人跑到专家地里面去检测去消杀 拿了一个什么一把蔬菜 什么芹菜什么香菜在那里面去检测 你检测个毛 你看似荒唐 你看似不可思议 实际上这就是在怎么说生意 作妖作死不是没有原因的 有钱就可以了 当官觉得我这个过程中我的权力是否能够得到保证 他就从权力角度去搞事情 那些工夫那些人就是为了赚钱 他们也会从赚钱的角度去搞事情 什么动态清零 你如果说一定要清零 那么这个零肯定就清不了 如果说山里面猴子特别多 抓一个猴子奖了100块钱 猴子永远找不完 有人养猴子去送去领奖 就这么一个道理 这期节目我们也看到了 这就是把中国老百姓就是说这么缩腰 有人赚钱赚海了 但是老百姓活不下去了 我们是最后一代了 跟前一段时间是吧 我们人人都是铁链女 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今年第二个网络流行剧 我们是最后一代 那好那就先说这么多